哈嘍 我是羅浩子 我是寶寶 我們現在在台北市公園密度最高的社區 民生社區 我們現在用兩個小時來逛公園 來看看我們可以逛到幾個公園呢 GO 我們現在在新宗街上 聽說有一個很大的兒童公園 叫做民生公園 然後帶寶寶去玩 彷彿已經到民生公園了 給你們看一下 這邊是民生公園嗎 蠻大的 也蠻漂亮的 滋滋滋滋 喔 沒錯 我們在哪裡 我們到了 民生公園 到了 小公主 這邊好像沒有什麼小時可以玩的耶 可是我在網路上看照片 有很多好玩的耶 我們繼續走下去看看 哇 這邊雖然是一個很大的廣場 沒有溜滑梯 不過呢 有看到前面嗎 那個是溜滑梯嗎 我帶寶寶去玩 公主有看到那是什麼嗎 那個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耶 溜滑梯 哇 誰說平日的公園沒人 這麼多人耶 好像是有幼稚園在這邊玩溜滑梯 好多人喔 小公主 小公主 你喜歡這裡嗎 我是 你最喜歡轉這個了對不對 對 所以在民生公園旁邊這個有一個超多溜滑梯的公園是 岩獸公園 這裡好像比較適合帶小朋友來 感覺可以玩很久 好了 我們現在先看看附近看到其他公園 剛剛從岩獸街過來路過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的公園 可能是社區的公園吧 在貓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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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玩一個公園就不想玩了 我們要準備 往回家的路上咯 我們又到了 這裡有一個 大的 公園 哇 公園裡面有沒有好玩的 也是一樣很多樹 哇 看起來是 有耶 看到溜滑梯 在這裡 GO 所以可以帶小朋友來這裡嗎 這邊也很漂亮喔 這裡叫富蓮公園 你看喔 我們已經來到第四個公園 這個公園叫做富蓮公園 這裡也有溜滑梯 我覺得這裡 比明深公園小一點 可惜 風風雪雪 今天天氣不錯 這寶寶應該沒第七 第四個公園 走著走著 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公園 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七個公園 西松公園 這個公園感覺也蠻大的耶 哇 藍天白雲 今天天氣好棒喔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 第七個公園 西松公園 哇 民生市區雖然就是 說小不小說大不大 公園真的密度很高 我們隨便亂晃已經看到了 到了七個公園 喔 綠燈了 GO 公園感覺在整修中耶 那個溜滑梯是圍起來的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不過既然在整修我們就不進去囉 耶 可是在整修耶 BOBO 我們不要進去了啦 我們看看還有沒有別的公園 太長了 又到了一個公園了 這個公園很漂亮喔 之前 寶可夢很瘋的時候 這裡傳說中開了很多櫻花樹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寶可夢的聚集地 到了下午了 今天上午我們花了兩小時 在民生社區裡面花 就入過了八個公園 現在 直直邊邊就看到了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叫做 新中公園 新中公園一樣有兒童的 遊戲區 看起來也是很多小朋友耶 看看這邊 樹中的好漂亮 感覺是一個管理非常好的公園 這是我們探討第五 好啦 第九個公園路到 我們來去看看 那邊有吉他的公園 好啦 不到兩分鐘 我發現了一個公園 我會很無聊嗎 花時間來逛公園 其實我覺得還好 只是 這邊真的光是公園 我就很喜歡 我的左前方有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裡面 也有小朋友的遊戲區耶 其實我就是一個 媽媽 來挖掘小朋友玩樂的地方 就這麼簡單 我們過去看看 到了 這個公園叫做 附井 附井三號公園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好玩的 一樣有一個遊戲區 然後也是種了滿滿的樹 既然這邊叫做附井三號公園 應該也有一號跟二號 所以附井一號跟二號公園 就在這邊附近 這是我們找到的十個公園 那我們接著可以下去旁邊看看 有什麼其他公園吧 附井三號公園其實我覺得小小的 我們早上去的公園都還蠻大的 我們早上去的公園都還蠻大的 看看附近還有沒有什麼公園 我要繼續用我悠閒的腳步 看看附近還有什麼厲害的公園 好的 我現在右轉 又看到我前方有一個超大的運動公園 這個運動公園很棒 因為我們平常假日 如果我跟老公想要運動的話 都會來這裡運動 因為他這裡有跑道 跑道沒有很大 大概應該也有200公尺 可是不是那種很標準的那種跑道 可是晚上這邊都有很多人來運動 可是這個公園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我們來看看齁 沒錯 這裡就是民權公園 看看有沒有很多人在這裡運動 現在還沒有到晚上 平日 平日早上看 藍天白雲多麼美 再搭配這個跑道 這邊沒有什麼小朋友的遊戲劇 可是這藍天白雲跟這個跑道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而且時不時還可以看到松山機場的飛機車 我這裡飛過 什麼樣子 是不是你會很想要來這邊跑步呢 這是第幾個公園呢 好像是第11個公園 我要繼續用我悠閒的腳步去尋找下一個公園 飛機有慢慢到 飛機有慢慢到 因為這邊距離松山機長很近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飛機的騎腳 超棒的 我們去找下一個公園 GO 好的 我又小小漫步了 大概一兩分鐘 剛剛忘記跟你們介紹還有一間咖啡廳 叫做附警術在民生社區 算是蠻有名的咖啡廳 如果你們有來的話 也可以去拿一間咖啡廳和咖啡 附警術 老闆好像得過很多手沖咖啡相關的獎 好啦 我又看到下一個公園了 這是公園吧 我來瞧瞧 現在好像是接近下班時間 還是我只走到那個交通感道 林泉公路上 車子聲音非常大 這邊有飛機場 車子又這麼多 我其實會有點吵 好啦 剛剛好像看完第十一個公園 我走了一下下 只看到了一片公園綠地 還沒有看到下一個公園 不過呢 Google Map告訴我 Google大神告訴我 前方大概一分鐘 不到五百公尺的地方呢 有一個公園 叫做敦北公園吧 放了這麼多公園 其實我最喜歡的 就是可以跟小波一起去玩的公園 只要可以跟小波一起去玩 我都覺得是好公園 沒有所謂的好話 其實就是帶給附近的居民 一個可以去放鬆休息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充滿植物的地方 心情就會很好 特別像今天藍天白雲配合植物 更好 好啦 沒錯 敦北公園 是在松山機場的對面 有點吵 有飛機的聲音 又有汽車的聲音 有點吵的一個公園 但是還蠻悠閒自在的 瞧瞧 好 嗨 第十二個公園 入袋 哇 有沒有 我覺得逛逛公園心情就很好欸 這太陽好大喔 其實我還蠻喜歡曬太陽 要不是我會長雀吧 我應該跟外國人一樣喜歡曬黑黑的吧 第十三個公園到了 這裡叫做附近公園 其實就是在頓北公園的隔壁 隨便便下一個公園就到了 這邊的話又是不一樣的風格 要走有氣質的路線 我現在看到那邊有U-Bike 因為我下一個要去的公園 我覺得有一段距離 走路的話可能要半小時才會到 其他的小公園的話 我倒是覺得還好 所以我想說 現在來去借U-Bike 好啦 我已經勝利租到腳踏車了 U-Bike太棒了 我真的好久沒有騎腳踏車了 莫名的開心 哇 我現在要來出發了 其實假設我們這一次還太危險了 掰掰 到了一個很可愛的公園 這個公園呢叫做 三明公園 三明公園 來看看這公園有什麼好玩的 現在天還是兩座 剛剛借U-Bike啊 然後從另外一個公園過來這裡 看一下扣款子扣了5塊錢 所以如果我傻傻的用走走半小時的話 這真的是太累了 三明公園跟你說很多小朋友可以玩東西 可是好像比較適合很大的小朋友 給你們看看 登 哇 這裡很棒 這裡好像比較新 這個小朋友可以玩的東西 你看 比較適合大一點的小朋友來這裡玩 他們就可以穿越這個繩索去 然後從那個流化涕溜下來 跟你講最好玩的是在後面 這裡 你看他可以掉這個繩索耶 我都想掉了 坐在那個繩索上 咻過去上面有一個繩索 可是他才一個耶 感覺要輪的話 可能還要排很久 是不是很棒 這裡太棒了 等BOBO大一點的話帶他來玩 好啦 這個公園 當然是上次長這樣 所以如果跟那個小朋友說 我已經想要玩他應該不會借我玩吧 算了我都已經老了 不要跟小朋友嗆 掉這個繩索等我 下次遇到什麼冷門的時段 我們再來這邊 掉繩索 不知道下一個公園圓不圓 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如果不遠的話我應該就不用騎腳踏車了 如果遠的話我等一下會去到腳踏車的地方 我們來去看一下一個公園 我超喜歡吃的 我也不知道 腳踏車續界的規定 我還要等15分鐘才可以去腳踏車 現在我買7 買我最喜歡吃的零食 我還要吃這個 我還要吃這個 我覺得跟我們差不多大人 年紀的人應該都還蠻喜歡吃 這個巧克力 還有CX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這是新口味嗎 花生口味 然後飲料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最愛喝的 養樂很多 我每次去運動嗎 人家都是買運動飲料 我都是買養樂 我就覺得他們要多好喝 而且現在沒有習慣 只能用你最幼稚的方式喝了 好啦我現在要吃15分鐘 等下15分鐘後我才可以去滴車 欸 河濱公園 也是公園 河濱公園也是公園啊 所以呢 哇 已經忘了我今天到底逛了幾個公園了 好像我想像 現在還會想像的 這應該是第15個公園 哇 天氣已經慢慢做了 下次大家 耶 耶 我們之前 約會 常常來的地方 我們都會騎腳踏車來 河濱公園 換話 嘿嘿 開心啦 這個有兩個河濱公園 一個是迎風河濱公園 一個是觀山河濱公園 現在要沿著條路 上天氣 吹吹風 下午太陽下山的時候 南天白雲快要變成灰灰的雲 然後趕快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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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這個U-Bike的椅子會一直轉來轉去 好可怕 畢竟租這個U-Bike超便宜的 我也沒有什麼好險 其實我剛剛租這麼久才花五塊 現在應該回家也花不了多少錢吧 我現在試試看可不可以單手 單手 我應該要帶我的GoPro出門 我今天就是 沒有想到會租腳踏車 因為 本來想說就在附近晃晃 可是沒想到民生社區還蠻大的 是走過程就像腳踏車 因為太多地方可以逛 哇 我真的超愛騎腳踏車的 不過呢 只限於平路 我沒有很享受騎三路 因為騎三路大腿都快要炸掉了 這時候應該要帶狗跟小孩一起來晃晃的 因為我一個人太不浪漫了 老公也不在 小孩也不在 笑狗也不在 這應該是六狗的好地方吧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就是這裡啦 我跟我老公以前都會來這裡六狗 迎風狗運動公園 這裡超大的 應該台北人都知道這個狗運動公園 就是可以帶自己的寵物來 你看有多大 而且它裡面有很多小狗狗玩的設施 然後有分大狗跟小狗 然後它的那個閘門都做得很仔細 就是好像有兩道門 我記得是兩道門 所以小狗跟主人都很安全 然後又有分大狗區跟小狗區 因為它有分大狗區跟小狗區 可是它沒有限定 你的小狗不能去大狗區 或者是你的大狗不能去小狗區 只要你可以擺 飛機耶 好可愛 好可愛 幼稚喔 我小時候有沒有 曾經玩過四飛機學院的遊戲 應該是我這種年紀的阿上 才會做的事情吧 好剛剛講到奶 就是有分大狗區跟小狗區 所以但是它沒有限制你的小狗 不能去大狗那邊 大狗不能去小狗那邊 只要你可以把你的寵物管束號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當寵物們互相認識的 我之前來的時候是這樣 你看好多人帶狗狗來玩 一個平日的下午 就這麼多狗了 我之前都會帶小狗跟小狗來這邊玩 好啦 關山和平公園跟迎風和平公園 耶 我今天應該有逛到 嗯 快20個公園吧 Lidicoco那些小小的公園 都算在裡面的話 所以說明深色區真的是台北市公園 在密度最高的社區 我覺得實質不貴 還有什麼地方公園很多的工作 有比明深色區的密度高嗎 現在要騎車從寧峰公園回去家裡面 找我女兒 然後我要準備回餐囉 掰掰 有寵物的影片來這裡喔 對 1